昨天的是父亲节 信徒尊称为连生活佛的卢盛宴 也过了愉快的父亲节 因为平常帮助就学 营养午餐的学童 都聚集在台中市 来帮他庆祝父亲节 谢谢你每个人 送给我香温温的白米饭 好吃的米粉 还有甜蜜蜜的绿豆 小朋友们认真大声地朗诵着 道出心中的感谢 信徒们尊称为连生活佛的卢盛宴 听得好高兴 脸上满是笑容 直说这是最好的父亲节礼物 帮助那个没有钱的小朋友 他能够读书 这是卢盛宴付资基金会的两个重点 一个就是奖学金 一个就是健康照顾 小朋友们还献上自制的大卡片 大大的一颗爱心充满的感激 父亲节这天 卢盛宴和信徒们一起度过 也献上对全天下父亲们的祝福 经营整个家庭 让这个家庭能够有旺气 而且有佛力 而且是很慈祥 整个家里充满了慈祥的那一种气氛 父持指孝 那个夫妻 互相敬爱 卢盛宴感叹 仍有不少父亲没有照顾家庭 才会有儿童招到施暴 虽然成立了基金会 尽可能帮助照顾小朋友 但更希望每个爸爸 不要忘了当爸爸该有的责任 熊年新闻综合报导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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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